我们在上一节课给大家讲了关于教学过程当中的一些基本的环节 那么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包括有五个基本的环节和在关于优秀课堂的一个七种不同的表现 那其实事实上刚才我们所讲的第一个就是五个环节 那么这五个环节只是作为一节课他准备的一个基础工作 那也就意味着说这些基础工作你做到了 可能对于一个课堂来讲他只是一个六十分的表现 而如果真的你要想让这个课堂从六十分提高到八十分九十分甚至更高 那接下来我们这节课会告诉大家 在关于备课和教学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进阶的事情可以来去做 或者换句话来讲 就是你怎么样能够从青铜白银薄金上升到钻石甚至是王者 是高阶的玩家在这里边需要去掌握的一些必备的技能 那其中呢我们来给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 就是说在备课的过程当中你所需要准备的课程资源 其实事实上我们在这里边给大家从另外的一个角度 再进行一些阐述和划分 在上一节课程里边我们告诉大家说 备课需要备三个方面 第一个叫做备教材 第二个叫做备学生 第三个叫做备教法 对吧 那么这三类其实都是我在课堂当中必备的一些环节 而真正意义上的备课 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或者是范畴 扩展到更尬的一个范围内 那其实就是什么呢 所谓备课 我所需要收集的是所有的课程素材的资源 那么这一类的课程素材资源 我可以把它分成是狭义的和广义的课程素材资源 那么这两类不同的课程素材和资源 都是为了能够去支撑你的课程目标 更好的去达到 以及更好的去落实学习效果 那其中我们可以来去看一看 关于狭义和广义的课程资源 分别都有哪些 以及在这里边具体怎么来进行收集 有哪些场景的案例 我们会给大家一一来去介绍 第一个 狭义课程资源指的是 我能够去形成教学内容的直接来源 也就是说你这些课讲什么 怎么讲 这个事儿 能够直接收集素材 来去支撑你的课程呈现 这些就叫狭义素材资源 比如说我的知识体 我要讲动能定理 我要讲能次定律 我要讲化学元素周期表 那这个时候我收集到的和这些内容直接相关的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狭义课程资源 它可以组成你的课程的案例 对吧 比如说我要讲 比如说Python语言 那这个时候Python语言的一些最基础的语言逻辑 语言的定义算法 结构等等 这些其实事实上都是我要去收集和准备的 叫做狭义的课程资源 那么狭义课程资源除了知识内容之外 还要准备一些案例 准备一些题目 准备一些实验的素材 包括你会看到有很多在这个物理或者是化学课程上面 我去准备的这样一些实验的内容 也是基于我们所讲的狭义素材资源 来去形成课程主体的片段 那么当然这个只是一部分 做到的这个是及格的基础 而真正意义上 你能够让自己的课程的形式变得更加的丰富 需要更多的来关注和收集的是下面这个 叫做广义课程资源 那么所谓广义课程资源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可以有利于实现课程目标的一切因素 就是只要能达成你的课程目标 回顾一下前面我们反复讲 课程目标是什么呢 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去记住和理解你所讲的知识 这是我们所说你的课程形态 在最后所能够达到的终极目标 而我的这个终极目标 其实围绕着它 可以有更多的现代化的多媒体的 因视频的这样一些素材和案例来提供过来 比如说视频动画 一些科普一些新闻等等这些 能够让你的课程变得更加的鲜活 变得你的案例在这里边更加的生动 你在课上给学生举例子的时候 举的是老掉牙的一个 比如说50年前30年前发生的一个案例 虽然它可能很经典 但其实事实上你会发现它可能早已过时 我们在讲万有引力的时候 你是还在用牛顿坐在一棵苹果树下 被苹果砸到脑袋 这个案例去讲 还是你可以结合最新的一些引力的发现 你可以结合最新的一些 比如说叫做引力波 什么叫做引力波 什么叫做引力透镜 对吧 我们现在所能够探测到的 深空探测的太空范围和太空的边界 究竟在哪里 那么我们所感受到的引力 是否真正意义上是一种引力 还是只是一种时空上的弯曲 这些新奇的概念 往往要比那些传统的老掉牙的那些 所谓的经典 来的会更加对于学生更有信力一些 所以有的时候课本上面 或者教材上面提供给我们的素材 或者是案例 我们是需要去思考一下的 它是不是真正的 还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还是我们需要去 不断的再去迭代 或者说更新我们的课程素材和课程资源 那其实事实上 这些所谓的视频也好 动画也好 新闻也好 是无时无刻不在 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去发生 和迭代以及变化 而这些迭代变化的结果 是需要我们有一个 能够去抓住 这样的一些周边正在发生的事情 或者说 你能够用一种备客的眼光 来去审视周围所发生的一切 才能够真正去做到的 这你再去看电影也好 看视频也好 看动画也好 能不能够去以一个 除了享受 或者是除了去观看这样的一种心态之外 能够再多一种心态 去留意一下 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变成是我的课程素材 或者课程资源 在前面我们就给大家有句举过 我自己在讲物理课的例子 我在这里面会用 比如说像速度与激情这个系列 来给大家去讲 什么叫做速度 什么叫做真正物理意义上的速度 以及什么叫做加速度 什么叫做路程 什么叫做卫移 以及基于速度与激情里面的很多的场景 我可以讲 除了速度定义本身之外 运动形式上的区分 比如我不知道大家没有印象 在速度与激情其中某一部里边 他们为了去实现某一个任务 所有的人坐在车里乘坐着货运飞机 从空中空头掉下来 那么这个场景其实上 它可以结合着我们很多的一些 比如自由落体 平抛运动 内平抛运动等等 一系列的场景来去做各种各样的解读和分析 包括甚至是动量定理 动能定理等等一系列的 我都可以从这个素材片段当中 截取出来让大家来进行分析 会有很多这样类似的案例 讲太空题材的 讲宇宙题材的这样的一些电影 一样在我们生活当中比比皆是 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 很经典的 由著名大导演诺兰指导的 星际穿越 还有包括我们讲的一些像 太空营救 地心引力 等等 这一系列的太空素材的火星救援 这一类的科幻电影 其实实际上都可以变成是我们在 讲课过程当中的一些 真实的素材和真实的案例 你会发现他们很有意思 你用真实的 生动的例子去讲 永远要比只讲理论 或者用那些老掉牙的例子 去讲理论 来得更有意思的多 也能够来得更加吸引学生 所以这是我们讲 在教学备课以及进阶的过程当中 你要把自己去准备 课程素材的这个视野拓宽 要不断地去找那些新鲜的案例 只有这些新鲜的案例 才能够使你的课程 长耕长新 能够让学生更好的去把注意力和思考 集中在你的课堂上 那么除了我们刚才所讲的 你需要去准备课程内容和课程素材之外 那此外还有需要去打磨 或者还需要去进阶不断地去调整 包括有课程的内容的顺序 以及在内容顺序之间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过渡和先见 在这两个地方 其实事实上相当于是我们作为一个备课 如果把它你的一件课程 想象成是一件工艺品的话 那么这两个 其实就是对于工艺品的一个更加精细化的打磨的过程 你会发现那些非常精妙的手工艺品 都是经过无数的匠人特别特别用心 反复不断地去制作和打磨之后得到的结果 所以我们经常去讲 你要打磨自己的课程 打磨什么东西 素材是一方面 准备的越好 这只是代表你的原材料 怎么样能够让课程变得更加有吸引力 怎么样能够让课程在备完了之后 被更多的学生愿意去接受 容易去接受 那么你需要打磨的就是顺序和过渡 具体来讲 课程内容的顺序 包括什么呢 包括有课程体系 你的先后顺序 课程体系里面的大框架逻辑里面包括有什么呀 这个课程体系顺序不一定是说 必须得按照课本知识大纲里面所给 注意 所谓的顺序 没有正确与否 这是一个正确的顺序 或者这是一个错误的顺序 没有这样的说法 在课程的行课以及我们给学生去传递知识和内容的时候 所有的顺序都可以是对的 但是不同的顺序对于学生接受知识的难易程度来讲 这是有差异 以及能够去激发起学生的学习意愿上面 这件事情上面是有差异的 所以我在课程体系上要怎么来去做设计 这事可以经过思考 甚至是可以经过我在不同的课程上面去做一些AB测 这个班我用这种方法来讲 那个班我用这种顺序来去讲 这两种顺序不一样 我看看最后哪一种可能取得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所以这是我们所讲 课程顺序是可以调的 而且是可以不断的去打磨的 以及在我的一个知识闭环里面 我到底是先讲知识 还是先讲方法 还是先讲题 这事永远没有结论 它会因人而异 它会因不同的知识点而异 因不同的学课而已 所以你要去尝试 你要去换 敢于去突破 而不只是一个局限于自己的思维定势里边 我必须要先把知识给学生讲完 然后告诉他怎么来做题 给他讲一个方法 然后大量的去练题 不一定是这样 他可以是先给学生一个题 或者是给了题之后 我让他知道 这道题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去做 我不断的用方法题 方法题来去培养他的成就感 有了成就感和自信的之后 他自然会产生对于知识和内容本身的一个好奇 那这个时候 我在顺理成章的引出知识背后的原理 引出背后的知识点 来给他去做讲解 这样的话 可能对于学生自主学习的这样的一种积极性 和能够对于他刺激和激发自身的求知语来讲 是一种更好的引导和锻炼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了 知识体系没有固定的顺序 但是你在设计这个顺序的时候 需要去考虑到最近发展区理论 不能跳跃这个理论 说我先用一个知识焦虑区的这样一个知识 来给学生去讲 或者用更难的知识来去解释一个相对比较难的知识点 这个其实上是不科学 或者说我们应该去废除掉 那么接下来再有就是 我对于不同的难译的题目 是不是一定要从译到难 我觉得也不一定或者不完全是 有的时候可能先做一些难题 逐渐的再让他去做一些简单的题目 反而会起到不一样的效果 就包括我们在课上给学生去设计练习的时候 也是一样 但是在这里边我们要注意一点 绝大多数的顺序还是应该按照先由一到难 因为这是毕竟符合认知和客观学习规律的 那么接下来逐级递进的这个知识点 或者说我从一到难的这样一个知识过渡 其实事实上也是需要我们来去进行设计 那很多我们的老师在讲述的过程当中 或者说在去上课的过程当中 经常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 第一个顺序没有经过加工和设计 想到哪是哪 所以就会给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产生极大的这种错乱感 那么还有就是有的老师可能 他对于知识前后衔接 或者说知识的过度没有太多的去设计和关注 就会给予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以跳跃感 就觉得我学完了这个时候 怎么突然跳到那个 或者这个东西对于学生来讲太难以掌握 或者太难以跨越了 举个例子 那你不能说我给学生前脚刚讲完 这个九九乘法表 然后下一步让学生练一道微积分的题 那学生疯了 这不可能达到的 对吧 它是有一个逐级去降低知识点 难度的这样一个过渡的过程 我们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真正学生学习的过程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上楼梯一样 它是一级一级往上去走 那么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 你的台阶的每一级的高度的设计 是很有讲究的 你讲的每一个知识片段 甚至是你讲的每一句话 它其实都构筑起了学生 他就自己的知识发展区 来逐渐的向上迈进和向上跨越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如果你的阶梯设计的好 学生上升的就会很舒服 如果你阶梯设计的过高或者是过低 那么在学生学习的过程当中 都会产生有不适感 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突然一下变得特别的难 有的我们老师也是一样 给学生刚讲完一个知识点 马上练一道特别复杂的题 而这道特别复杂的题 又不是百分之百完全用到你前面所讲的知识点 我们讲讲练结合讲练结合 最好你的讲和练是能有针对性的匹配的 所练即所讲 所讲即所练 那么这两个只有严格的去匹配到一起之后 才能互相形成印证 这样的话学生才能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有交替前进的这样的一种成就感 就像你上楼卖的两只腿一样 一条腿是讲 一条腿是练 他们之间设计的这个层级的高度应该是相同的 而且应该是逐渐递进的 单条腿蹦 你会觉得不舒服 台阶太高 你会觉得上不去 所以学习的过程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么这是我们所讲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去设计知识点衔接的过度的 题目难度的过度 知识点难度的过度一样 都是要去做设计的 你不能前脚给大家讲 Hello World是怎么来去输出的 然后后脚就给大家去讲 特别复杂的一些语言的编译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必须得要有过度的衔接 才能够真正意义上让学生去理解 或者让学生去掌握 你所想要去给他传递的知识点的内容 而再去讲另外的一个层级 就是说我的这个台阶和过度 如果设计好了之后 你不能只是说 学生按照这个台阶 他自己就会上来 真正的好的老师 优秀的老师 应该是会将自己的自身知识处 被降下来 走到台阶的底端 能够和学生一起 手拉手向上 逐渐去走到知识的顶端去 而不只是站在上面 仰望下面的学生 或者俯视下面的学生 让学生在下面仰望 说我在这里来呀 对吧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学生一样 你如果没有办法去身临其境 到达学生那个知识发展区内 你永远没有办法去体会学生 到底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他不理解 为什么他不会 所以为什么有的老师 在上完课的时候 会收到学生的评价 觉得我这个老师讲的没有用 的核心原因就在于 老师没有真正的去 把他自己的知识发展区 降低下来 没有能够真正的走到学生的旁边 和学生一起手拉手迈着台阶 向上去走 这个过程其实上很重要 你不能只是站在神台上 要走下神坛 能够带着学生一起去成长和进步 这个其实上是很关键 这叫做顺序与过渡 是基于我们所说的最近发展区理论 需要我们在这里边提升和进步的地方 那好 接下来 如果这些地方你都打磨好了 或者说你不知道我的哪些顺序应该打磨 哪个过渡做的好或者是不好 那么在这给大家建议这样一种思考的方式 或者说给大家提供一个打磨和迭代理课程产品的这样的一种方法 我把它也总结为七步 那么这七步呢 是基于你在课堂上得到了一些学生的反馈 或者自己发现了 而这个东西讲的过程当中好像讲的并不是那么的顺利 讲的并不是那么的熟练 或者是学生的反馈并不好 讲完了之后学生听不懂 或者我讲到这块的时候学生都在睡觉 他们都不愿意听 那一定是这个地方出现了问题 那接下来我出现了问题的之后 应该怎么来去解决它 不是放着不管 或者下次我还这么讲 所有学生出现的问题 一定是在老师自己备课过程当中 有地方准备的不充分 那接下来应该怎么来调整呢 七个步骤 分别叫发现问题 设定主题 分析现状 探究原因 确立方案 实施方案 和确认效果 这是一个完整的课程打磨迭代的闭环 需要基于这七个不同的步骤 来顺次解决我们相应遇到的问题 具体怎么来解决 以及有哪些需要去注意和关注的点 我们给大家详细来去拆解一下 第一个 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一定不是简单的自我发现问题 而是基于听众的视角 基于学生的视角 学生会发现 这个地方有问题 听不懂 那这个就是你在备课以及课程打磨的时候 需要去调整和需要去关注的地方 而更多的要自我归因 就这个地方我讲的可能哪不好 优秀的老师永远都会问这样一句话 叫做 我这个地方有讲明白吗 而他不会去问说你听懂了吗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的一种主体的变换 其实事实上就是一种换位思考 而也是更多的自我归因 就这个知识点 我又没有把它讲清楚 而不是说你有没有听明白 那这个时候学生的视角 他就会觉得 如果我这个地方不懂的话 他简单词就是这个地方 如果我不懂的话 可能不是我的问题 是可能老师这个地方没讲明白 那我可能就在这个地方 会想要再去听一遍 而如果你直接强行的去问说 你有没有听懂 而学生往往的会迫于这种压力 或者是人际的压力 在这里面就只能说懂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心态上的一种转变 要更多的来自我归因 能够让学生敢于或者勇于的 将自己听不明白的地方表达出来 这个对于学生的进步来讲是好事 对于你自己的课程迭代来讲 也是一个契机 所以这一点 希望大家在加莱表述的过程当中 能够去有所调整 更多的来自我归因 这样的话 让学生也会放下那种恐惧感 因为老师和学生之间 天然可能就会存在一定的 这种距离感 所以学生呢 他很难完全百分之百 放下自我 跟老师来去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 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 我们在语言表达上面 能够把自己的姿态放到更低 这是第一点 叫做发现问题 第二个叫做设定主题 就是说你发现的这个问题 可能就这一个知识片段 讲的不好 或者讲的不够明白 那接下来 我需要定一个明确的标准 就是说 我这个 比如说知识点 二次函数 二次函数 我讲完了之后 我要让学生做题的正确率 达到80%以上 可能原来我这个知识点 讲完了之后 我课后一测试 发现学生准确率只有40% 我要把它提到80%以上 这个一定是一个必须是清晰可以达到的目标 这是我们刚才所讲 你设定所有的课程 备课逻辑也好 讲课逻辑也好 一定要有一个清晰可达到的目标 一旦没有了目标之后 你就失去了调整的方向 你就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迭代你的课程了 对吧 我的目标就是达到80% 没达到 就证明还有问题 还有迭代的空间 达到了 证明我的这个事情就做完了 给自己设定一个清晰可达到的目标 其实不仅仅是在上课 或者说备课的过程当中需要去注意的 其实很多的我们工作当中的环节也是这样 那么这个我们就不再展开来去讲 但是对于大家来讲 你要养成这样的一种良好的习惯 学习是这样 讲课是这样 课程提升是这样 课程打磨是这样 其实好多环节都是一样 那接下来再往下 就是分析现状 之所以现在我讲完了之后 学生的准确率只有40%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主观原因是什么 客观原因是什么 主观原因是我自己讲的可能的确会有问题 或者说我这些课讲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可能被一些这个学生 在课堂当中的一些互动 带乱的思路 或者干扰的思路 或者我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状态就不太好 这可能是一些主观原因 那客观原因可能什么呢 就是学生 他这一波学生 可能就是理解能力相对比较差 可能就是这个知识点本身就比较难 对吧 这可能是一些客观原因 我要分析清楚 哪些是主观的 哪些是客观的 有理有据 主观原因找到了之后 怎么来调整 怎么来去改进 客观原因可能有的 我们克服不了 那你只能去通过主观的方式来去进行调整 比如说这个班的学生 他整体的理解难度 理解程度就不那么好 那我下一次在讲的时候 这个班就要多一些引导 进一步的去降低他台阶的高度 那就是因才是叫因人而异嘛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得需要去分析的之后 你才能够定位到问题到底在哪 你才能够知道应该怎么样下手来去解决 而不只是说我一节课讲完就完事了 它是要有一个迭代的过程 那接下来再往下 探究原因 就是到底这个现状造成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要有思考 要有独立的思考 不要听信感觉或者是所谓的经验 要自己深入的去挖掘一下 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 对吧 这个知识点难 它真的是知识点就很难吗 它只是单纯的难 还是因为它复杂 还是因为它潜虚关联的知识更多 那么这些潜虚关联的知识 它的究竟发展区 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掌握了 还是所有的学生都没掌握 所以这个知识达不到 我应该解决的是这个知识本身的问题 还是它究竟发展区往前需要去解决 或者说往前需要去掌握的知识和内容 这是需要你深入思考和挖掘的 这件事情不是说我简单的拍脑门 就能够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 所以我们说打磨课程的过程 是需要动脑子 需要去思考的 它不是一件就是说 我只耗时间就能够去堆砌出来的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有的老师 可能所谓的教练没有那么长 但是他的课依然可以讲得很精彩 是因为他真的动脑子去想 去思考了 去分析了 而你也会发现 也有很多的老师 顶着20年30年的教练 但是讲的课依然是索然无畏 学生依然是不为所动 这就是差别 这也是思考的力量 那接下来再往下 我想清楚了原因 想清楚了问题的之后 那我就要去确立我的解决方案了 在解决方案的这个过程里边 一定要去学会运用工具 运用各种各样的工具 来找资料 查资料 定位问题 这类问题之前一定有相关的一些研究 或者说相关的一些文章 知网上面的论文 都是大家可以去利用到的一些资料 和工具 对吧 那我按照这样的一些工具 按照一定的步骤和节奏 来去解决我相应的问题 如果是学生 他最近发展区的知识理论 前面就差了一些 那我就查了我五缺 一步一步来 设定一定的节奏 不能着急 也不能贪多 对吧 在这个过程当中解决问题 他一定是一步一步来去做 迭代课程也是一样 他一定是一点一点的去精进 他不可能说我闭关修炼20天 突然出关了之后 焕然一新 这跟你五侠里边练功 不是一回事 他是抽丝剥茧 一点一点逐渐的去 点滴迭代和精进的过程 他不是一下翻天覆地 焕然一新的感觉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 他起点有点像什么 就是我们经常所讲 叫并来如山倒 并去如抽丝 课程迭代也是一个 如抽丝剥茧的过程 他是一步一步 不为人所感知带来的 但是当你经历过一段时间的之后 你再翻过头来去看 和一年前或者两年前的自己 在课程的表达 在课程的组织形式上 在课程的精进地打磨的精细度上 其实事实上就已经有了 不一样的变化 那接下来再往下 实施方案 去理完的方案之后 就要去实施了 实施一定要落地去操作 也要有可操作的细节 每一个课程实施的环节当中 细节必不可少 而且细节往往决定成败 确立了原因之后 在实施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发现 你当初所想象的那些问题的原因 可能不一定是真实的原因 也可能不一定是主要的原因 所以边实施边调整 边实施边纠偏 这个过程一样也很重要 所以就是说 你在实施方案的过程当中 也可能会推翻原来的原因 再来去重新探究 重新思考 那么最后确认效果的时候 就是要根据一开始设定的核心主题目标 就是我一开始设定的标准是什么 最后我拿着这个 我设定的标准去检验一下 比如刚才1月24方程 我讲完了之后 学生做题的准确率 能不能达到80% 对吧 这种方法 我讲完了之后 我的所有的学生 他去写代码 他整体的这个代码产出的质量和效率 能不能够去相比于原来提升80% 等等 当然这我是随便举的一个数字和例子 但是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场景 就是你所有课程迭代一定是有目标的 有了目标之后才能有方向 有了方向之后才能落地 才能推进 才会有效果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完整的闭环的过程 因此我们说呢 你如果想要真正的去成为一名优秀的老师 想要去将自己的课程不断地打磨 变得更加的先进 变得更加的成熟 这件事情是需要在备课的那五个环节基础之上 再来通过学生的反馈 发现和定位问题 以及不断地基于你所发现和定位的问题 来迭代和升级之后 才能达到比较好的这样一种效果 所以呢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 在备课基础工作完成了之后 由60分到80分 由80到90到95 甚至到100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 你需要不断地去做的这样一件事情 而这件事情 它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成的 它是得需要你一遍一遍地去讲 一遍一遍地去不断地迭代 一遍一遍地去复盘之后 才能够去达成的这样一个结果 真正的优秀和普通的差别就在于 每一次在迭代的过程当中 优秀的人在迭代 而普通的人只是在重复 所以有没有思考 有没有迭代 这件事情 希望今天我们的课程 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考的方法 和思考的方向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带着思考 去不断地打磨和迭代自己的课程产品 为学生 为听众带来更加优秀 更加优质的课程内容 那么今天我们这一讲的环节就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的收听 谢谢大家